到达现场之后 我们发现 招式逃逸车辆不在现场 行银倒在地上 行银受伤 应该头部受伤 1209号车在现场 他们硬硬行银死亡 2018年12月5号 晚上9点半左右 大石桥市汤池镇 于大岭东侧的加油站附近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招式司机逃逸 只留下保险杠和大灯的碎片 好在 附近的监控视频 已经记录了事故的整个过程 原来被撞的行人 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后 被一辆逆行车撞飞 通过其他监控 民警很快查到了 这辆逃逸肇事车的线索 该车肇事之后 死于现场二三百米之后 死入我们那个 躺时的公墓里面 他是为了躲避 我们公共上的监控 所以说进入公墓之后 没有监控 无法查到他的行驶方向 知道公墓附近没有监控 又知道走小路逃逸 民警判断 招式司机应该是本地人 通过对行车轨迹和时间的对比 民警发现一辆灰色微型面包 有重大嫌疑 车主是汤池镇 二道河村的村民王某 犯着嫌疑人王某 涉嫌交通肇事罪 已经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按键正在诉讼当中 按键正在诉讼当中